真子树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 刚生下来不久的耶稣基督正躺在摇篮里 圣母看着她熟睡的小脸说 我亲爱的孩子 好好睡吧 我到森林里去采一些草莓回来 等你醒来看见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说完她就走了 在森林里 圣母来到了那个草莓长得非常好的地方 她开始弯腰采摘起来 这时候草丛中忽然窜出了一条有着美丽花般的腹蛇 她正向圣母那游去 圣母吓了一跳 立即躲向一边 可是那条蛇却紧紧地跟着她 大家都知道 聪明的圣母总是能想到好办法的 她向四周看了看 选定了一排真子树 马上就跑到树后躲了起来 直到那条蛇走远 她才出来继续摘草莓 带去的篮子已经装满了草莓 当她准备回家的时候 她对真子树说 你今天保护了我 以后也要同样地保护其他人 于是从那以后 绿色的真子树树枝 就成了人类对付腹蛇 和其他爬行动物的有力武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